大叔改造计划补学量学小鲜肉大跳钢管,静模破皮贫寒苦。 每周二晚上10点30分于三立台湾台首播的行脚节目《爱台课》,在台湾的故事,将于20分之三,周二,推出大叔改造计划单元,年过半百的主持人补学量这次将从头到脚进行全面性的大改造。 改造后的他被网友及工作人员大赞,抄向劳博迪尼洛,他自己则害羞笑说,应该只有身材和墨镜向他打。 在台湾的故事,大叔改造计划单元中,布学量进行改造三部曲,第一部身体雕塑,让人跌破眼镜于台湾最DOP的小鲜肉钢管舞者学跳钢管,布学量用四个小时的时间,学成钢管小鲜肉老师四年的功夫。 对他来说,最困难的是只用两只脚的力量坐在钢管上,布学量,用双脚加住钢管很不容易,得要撑住自己的重量,78公斤,我一个人等于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重。 让布学量一度想放弃,不过试了四五次后,没想到真的成功了,但双脚也都磨破皮。 除此之外还有加住钢管做道理的动作,虽然布学量平常有跑步、骑单车、飞轮等运动习惯,但也让他吃不消大呼,对我这个53岁的大叔来说,真的太不容易了。 再来第二步是脸部改造,让饶和街玩脸达人纪老师替补学量玩脸,并以一个男人笨手笨脚的姿态,学助婆婆妈妈的手艺亲自帮客人玩脸。 大叔改造计划的最终章,补学量患然一新成为劳伯比尼量,与高颜值除尘专家扛住30公斤的除尘机器上山下海为客户做清洁服务。 此次大叔改造计划的单元宗旨,希望透过三位分别在钢管舞、玩脸及清洁工作领域的男性专家,颠覆以往大众对于职业的刻板印象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小线肉钢管舞老师大有来头,台大高材生Lan,毕业后没有走上一般人认为的成功道路,反而当系台湾少数的男性钢管舞者,并合同舞团的Eric组成台湾唯一的男性双人舞团。 年纪轻轻的七年级生,以男性的力量与柔美为台湾争光,分别在澳洲雪梨男子钢管世界大赛以及美国奪得大奖,是为台湾之光。